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了公投法修正草案 确定公投和大选脱钩 依据新法规定 从2021年开始 每两年举行一次公投 公投的日期则定在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六 好 这是立法院的消息 另外我们看看行政院 高雄市长韩国瑜因为登革热防疫补助经费 和行政院展开交锋 昨天晚上 韩市长在政论节目之中表示 中央如果再不支援经费 登革热的病例 就算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的 对此 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 他的回应 说 行政院疾管人署 直到上周五才收到高雄市政府 要求补助的公文 中央会核实拨款 期许高雄市政府切实执行防疫 而今天行政院长苏贞昌则回应 市长是他 指的是韩国瑜 市长他在当 责任要我扛 天下有这么赖皮的事吗 2019年开始到现在 全台登革热病例一共194起 高雄47起 台北市26起 新北和台南各23起 台中21起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线上 他的人现在位置是在成都 刚刚发生地震 四川在昨天宜宾 发生规模6的地震 馆长还好吗 大人兄 大人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在成都 睡得早完全没有感觉 成都当地如何 都还好 市面状况相当平静 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宜宾那个地方 所以说是成都有震感 但它是已经接近半夜了 10点55分 对到没有明显的感觉 但是看起来6.0级的地震 对于比较偏乡 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如果它的建筑 没有那么结实的话 是 它的震源深度也不是太深了 16公里 对 京城的统计地震 导致12人死亡 134个人受伤 超过10万人受灾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震了 嗯 是 而且今天早上有好像七点半左右 当地还发生了一次规模5.3的余震 你有没有感受到 那还是没有啊 因为没来工作了半天了 但是也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 你在成都什么样的工作呢 明天就要去西藏了 现在成都经过 哦 西藏还是那个天文台是不是 有好几个工作 因为在西藏 现在拉萨也成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名字跟咱们的博物馆一模一样 自然科学博物馆 自然科学博物馆 然后它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当然因为它所采取的标本化是什么 都是高原的东西 无论是动物或者植物 甚至是地质 尤其是地质条件 因为它是印度板块撞上了欧亚大陆板块形成的高原 嗯 所以我们管理们本来就有专家在研究 整个青藏高原 你知道青海这些部分的地质活动啊 是 那然后无论是动物或植物专家也会参加 嗯 然后生物学宗主任啊 那甚至觉得解说导览有好多可以交流的地方 哦 因为他们 西藏科学博物馆刚成立不久 还蛮壮观的 是找着法国的专家设计的 啊 对 但是呢 我觉得很多地方解说导览呢 他们可以参考科博物馆的经验 能够把他们这些动物植物的教案做得更精彩 嗯 我们这个电话好像有很多的杂音啊 杂讯 还是有点远 现在好些了 是 好的 呃 另外 关于您的这个行程 还有些什么可以介绍的吗 什么时候回来 那倒还好 反正到 到了西藏 但是到西藏要提早赶回来啊 啊 提早赶回来是因为咱们的福位7号 台湾之光就准备要发射了 哎 对了 福位7号是延后发射是吧 没有 他所谓的延后发射的意思 也就是延是一两天嘛 哦 本来我就把西藏行程缩短了 因为原来跟我讲 太空东西跟我说了 是 22号 23号就要发射的 对 所以呢 我就提早回来 提早从西藏回台湾嘛 嗯 那现在呢 按照美国那边的行程 又往后延到台湾时间的 6月25号中午了 哦 延了两天 对 所以没有太大影响 它都是火箭本身的行程调整 跟我们的卫星没有关系的 是 是 上面还有美国防部的卫星 把一大堆卫星在那个重型列营火箭上面 嗯 6月25号上午11点半升空 好 对对对 所以会会蛮精彩的 因为他们除了找了我之外 好像也找了气象局的副局长 证明点一块 嗯 因为浮卫7号主要是6颗小卫星 要做气象 更高密度的气象观测嘛 是 诶 那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呢 诶 对哦 礼拜二 诶 对对对 礼拜二 是不是 所以大神兄 那你到下礼拜二 这时候就能够知道 发射的成果怎么样了 是的 呃 浮卫7号是国家实验研究院 在国家太空中心和这个美国的大气总署 合作的哈 看 MWA他合作的 所以 呃 对 我和你真的很希望说 未来我们自己能够有扮演更多主角的角色了 嗯 但现在很好 反正一步一步朝鲜迈进就是了 是 如果至少 我看到有一个数字 觉得有趣 说台风路径的预测 可以改进 百分之十 这不太 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怎么样改进 百分之十 这恐怕又会气象局了 嗯 但是说 它的好处是说 它 所观测的这些资料点的密集度啊 嗯 会比以前超前了很多倍 啊 那这些资料点密集的结果呢 它对于掌握整个台风的路径啊 大小 状况会比以前好很多 是 呃 所以说百分之十可能是有感的改进啊 那对 嗯 是 应该是有感的改进嘛 不要到时候又假 可是大水熊 这对于放台风架就很清楚的知道 哎 到底能不能放架了啊 对 就是说更更清楚的知道 对不起 不要要求了 这个台风没什么问题的啊 我我总觉得我们现在台风架放的有点 太宽松了 呃 怎么讲的 这就是一个民主造成的结果吧 嗯 来 SpaceX发射了三颗地球观测卫星 总价值是十亿美金 谈谈这个SpaceX 是 那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SpaceX发射的密集的程度其实蛮高的 嗯 其实也是为了要准备参加服务7号的这个主持工作啊 嗯 我花了一些时间仔细的去看了那个 呃 SpaceX的老板马斯克 他整个的发展过程啊 嗯 那真的有太多可以说的故事 这是一个怪节 没有错 嗯 但是呢 那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公司的成熟收获期了 所以不断的有发射在进行 是 那6月12号 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前了 十几天以前了 嗯 呃 大概十天 不是一个礼拜以前啊 嗯 他们就在加州发射了一个609号 609号 是 那有有加拿大的三个地球观测卫星啊 嗯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第七次任务的 嗯 那更有趣的是说他原来上次在发射的第二次零重型的时候 是把阿拉伯的卫星发射上去了 是 那是完全成功的 嗯 我看了那个纪录影片其实也蛮感动的 他两边两侧的火箭顺利的回到了地面的发射点 啊 一前一后落下 前后差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那个场面还真的蛮壮观的 嗯 那然后海面回收的中央那一颗火箭呢 也顺利在海面回收了 嗯 但是就您记得吗 第一次发射零鹰重型火箭呢 去年的二月份 是 他就是把他自己跑车给送上去那次 啊 两个旁边的火箭准确的落回到陆地的发射场 是 但是中央那个火箭呢 要落到海上的时候 因为到最后燃料不足了以后摔在上面了 嗯 所以那个没有成功 那所以第二次这个发射阿拉伯六号卫星的过程中就是完全成功了 嗯 嗯 那我们这个紧接下来的他先写6月24号就是台湾时间6月25号了哈 嗯 那这就是要发射辅慰7号的任务了 是 但是不像我们当年辅慰5号一年半以前的辅慰5号那时候我们也参加了转播哈 嗯 他当时只发射这个辅慰5号所以送到了轨道以后呢 我们就亲眼在现场隔不了多久发射以后 他就到了723公里的地方然后直接把辅慰5号推出去了 嗯 当你从火箭旁边所架设的摄影机看到金光闪闪的辅慰5号被推送到轨道 然后旁边那个高度写的723公里还是蛮感动人的 嗯 但这一次呢他猎鹰重型可以装很多东西啊 是 所以他美国国防部会有一系列卫星也摆在里面 因此虽然如果说11点半准时发射 他一直到三点半都是发射窗口 啊 他有四个小时的发射窗口 是 那但是如果11点半准时发射的话 也要到一点多才轮到我们的辅慰卫星被推出去 嗯 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实况画面 可能大家等不了那么久了 那到时候实况画面有的话 电视公司会在英文插火所转播的 是 哎 我怎么听到一点好像是发射的声音 哈哈 好 接下来辅慰7号发射延后 这个是刚才已经说到了 对对 另外 入驻太空站不再是梦想 入驻太空站 解释一下 觉得这个 真是真的是怎么讲的 美国人原来对这种事是讨厌的不得了的 嗯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会觉得上太空站就是去好好干活就是了 嗯 你为什么要卖票给观光客呢 嗯 但是当年俄国人就搞这一套 是 大神兄 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上去的是迪托 哎 迪托 迪托 而且这个美国人 是 美国人拿到两千万美金跑到俄国去交给了俄国人 就俄国搭乘俄国太空站发射上去了 是 到了太空站以后呢 美国人就 无比的恼火 就禁止这个美国人跑到美国这一侧来 有点小气 你说迪托 我可以拿出我的美国护照来吗 我能不能入境美国呢 嗯 对 但是当时你可以看到迪托在上面生活的几天啊 别人在做工作呢 他就在那玩球啊 干嘛做各种各样的无重力实验了 嗯 到后来连续还有好几次 有甚至有个伊朗 反正都是有钱人了 是 伊朗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呢 也是发急的企业家也上去了 嗯 那结果美国当时反感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决定自己做 是 看别人赚钱看不过去了 嗯 哎 这一次好像他是允许这个住在上面长达一个月 而且每一天晚上要要价是新台币110万 换言之一个月的话就是3300万 这还算便宜的大春兄 他整体的是新台币15亿 啊 所以住宿费用只是你的账单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哦 所以另外你上去的 交通费 哎 对大春兄你上去你要用网站吗 你那网络还得要收钱了 嗯 然后你还要带上去一些大小背包的储存费用 反正你可以看得到 他对有钱有钱反正也不在乎嘛 嗯 那能赚钱就消钱了啊 是 所以呢 他上去整趟旅程大概要花到15亿 哦 对了 我看到这个数字15亿7千万元 对对 但是 所以5000万美金啊 如果他这个上去的这个人 能够很有效率的使用这些时间啊 并且做成一些个节目 他有可能回收吗 大春兄您觉得如果你有15亿的话 你会想上太空站住一个月吗 我不会想 但我想把馆长送上去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上去那充满灵感 应该做更多创作才对啊 没有 没有这个 我没这个把握 但是我觉得馆长应该可以去玩一玩 但是他有点重啊 他有点重 大春兄是上去想上去 能看一下 体会一下 平常上课讲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如此啊 嗯 但是我想三天就够了 不需要30天吧 嗯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尤其是太空站上啊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 小学毕业 现在的小学生 当到时候大学毕业旅行 要去太空站的话 都会经历太空站上 一个特别重要的观景窗的环境 是 他那个观测仓叫做Cupola C-U-P-O-L-A Cupola 嗯 四面八方都是镜子啊 那都是玻璃可以看出去的 嗯 那你会看到人飘在那个地方 看着又感人啊 然后又优雅的啊 嗯 但大春兄 可是我觉得你再看一天也就够了吧 对 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些美景环境啊 看个五分钟 就想可以了 是吧 对对对 很容易厌烦的是吧 嗯 当你看到外面无垠的星空啊 嗯 都是夜空相满的星星 是美是美矣啊 但是你如果连看三十天 它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嗯 是 我觉得重点是说 能够有一个体验很重要 但是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 待那么久是另外一回事 待那么久就要有那么多的 或者有价值的活动嘛 比如说 曾经我记得你提过就是 要做一些实验 而这些实验 有可能跟生命的成长啦 或者发现这个诞生的意义啦 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 有些是像物理的燃烧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嗯 在失重状态 能够做的事情 不是地主上做得到的 如果真的上去 譬如说 大成兄 我觉得咱们俩都不用了 你找个什么中学物理老师上去 他还真的能够带一些教案上去呢 嗯 像以前我们说的美国不是挑战指号爆炸的 犧牲了那一位麦考利福嘛 那个李老师啊 嗯 他就是打算的小学老师 可爱得不得了的 上了太空梭以后呢 要从轨道跟地面美国所有的小学生上课的 嗯 我觉得那样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啦 是 对 好 接下来有一个反教育的新闻 把天文迷或者是一般有常识的老百姓都吓傻了 川普 川普说月球是火星的一部分 啊 对 我想到现在为止 大概没有人会 会了解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月球怎么会是火星的一部分啊 嗯 他也没有继续往下发展 可是大成兄 我觉得他这个发言 他的幕僚都管不了的 是不是 嗯 看起来是 而且还是他自己发推特 那谁能管呢 是不是 你说半夜睡不着 叫自己在这发 没有人管得了 是啊 是啊 对 但这个新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从上下文是怎么回事 他说月球是 好像是 怎么讲 是月球是火星的一部分 大成兄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 川普这个人不但是做事情为跟发言 是完全无理 无理可循的 嗯 因为他原来一上任的时候 对NASA痛恨的不得了 要把NASA裁掉 嗯 他觉得NASA在浪费钱 嗯 后来他发现 NASA所做的漂亮壮观的卫星人物 能让他也跟上电视 嗯 对他很高兴 而且还从白宫打电话给太空站上的太空人 恭喜其中一个女太空人 不是创造记录了吗 嗯 到后来呢 他又说他要重返约 NASA本来编了好多预算要去火星的 嗯 因为NASA在火星上面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功夫了 是 准备就要把人类送往火星 结果 川普一声令下说不要 我们要回月球去保卫我们在月球上面的国旗 要不然中国人上去我们就麻烦了 嗯 那结果NASA就把三分之一的预算转来做back to the moon 是 那结果才不久之前川普才在那边很骄傲的是说我们要回到月球去支持火星 支持太空NASA再回到登月 那结果没有几天的功夫一改口又说了月球只播是火星的一部分 我们要去火星了 是 还可能意思就是说月球计划是原本火星计划的一部分 对不对 从来也没有这回事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是吧 没有对 没有这个 但是大家说现在我们的想法也都是月球如果好好的发展出半永久性的基地的话 嗯 那会是一个朝太空发展包含火星在内的一个很好的条件 嗯 因为现在已经发现在月球的表层前途之下 就有水存在了 嗯 水冰跟泥土滚在一块的 这是写上混不是说了吗 是 宇宙视线打到了月球表土竟然会把底下的水蒸气打出来 嗯 所以有水了以后 你的水氧气跟火箭燃料都是首到前来的东西 是 所以那个地方找好了以后 未来从地球送到月球上去 你只要把人基本最基本的条件送到那边去就好了 嗯 然后后续的要往外面走的那个燃料都从月球直接补给就好了 是 哎 对了 最近有一颗小行星 2019 K4A 我们先讲 2019 K4A 这个命名啊 它是有没有一些个章法和程序的 它就是那个一般的临时编号 对 这种就是临时编号 2019年发现的嘛 然后 它K4A什么是每个人的那个标法不一样 然后在那个IAU的系统底下统一得到了一个编号就是了 总之这个小行星是略过地球 对 它还远远的一点 但是重点是说它是五月底才发现的 嗯 那六月份就略过地球了 不过它的 它的距离离地球三百二十万公里左右了 三百二十万公里差不多接近地球跟月亮之间的九倍到十倍 不到十倍 对对对 大学兄我真的很佩服你 现在能够把天文知识都运用的灵活啊 这个不算太太远啊 不算太远不算太远 但这个还好 可是呢 这个跟那个十年之后 上次不是讲了Profit那个吗 对 我们喜欢叫它暗神星的 暗神星 那距离很近 那它是两三万公里从地球方面插过去的 呃 一个不小心 是吧 嘿嘿嘿 那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橡皮调解过 澳门没事没事 嘿嘿 好 2019K4A KA4 小行星 在五月二九号才被发现 但是它在 很快的就 就在六月五号就略过 台湾 略过地球了 是吧 对 好 所以都还好 对 没有特别造成什么惊恐 对 接下来 原始人开始直立行走 跟超新星爆炸 诶 这个中间有关系吗 诶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新闻 嗯 因为作为一个搞天文的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人类会从四族发展成为二族的 嗯 因为我们学物理 你看到有四只脚的桌子 你会看到有三只脚的插击啊 嗯 但是你看不到两只脚的桌子 是 因为它站不住嘛 站不住 那人类为什么会从以前的大圆四只脚着地的 提升到两只脚站立的 嗯 我问过了好多人类学家跟考古学家啊 那答案真的是言人人数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我们卖个关子 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片刻回来 为什么四个脚站得稳稳的 要变成两只脚 是被超新星吓的吗 孙卫星谈天单元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 孙馆长现在在成都 也在我们的线上 刚才这个题目有趣了 原始人类开始直立行走 是被超新星爆炸吓的吗 不不不 不一定是吓的 但是是怎么回事 跟超新星爆炸有关 这个是美国堪萨斯大学 一群人发表在地址期刊上的论文 明明是地址期刊 但是它涉及到了天文问题 馆长 大神说你这个描述很有趣啊 因为你知道吗 在西元1054年的时候 有一颗超新星在金牛座旁边啊 爆炸了 那当时呢 中国是北宋开封嘛 那开封街头的人吸来仰往啊 突然在天空中出现了一颗亮星 那是叫天关 那个地方古代中国的星关 那个叫天关啊 就是天地的天关门的关啊 天关 所以那个叫天关客星来做客的星星啊 结果呢 那颗星星出现了 大家都站住了仰手向天啊 然后那个星星白天都看得到 长达23天 白天都看得到 白天都看得到 23天白天都看得到啊 我在想说 你说超新星一爆发以后 原始人类是不是 大家很好奇 看着看着仰手翘盘 怎么就站起来 等一下 这个是西元1037年 但是我们用来推测 这个 原始人类 对 原始人站起来的 那个也是如此 是不是 不不不 那是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出现啊 我们跟我们最紧密的是 红毛猩猩 大猩猩 黑猩猩 跟那个 卡诺布园啊 这四种 那其实红毛猩猩 离开的最早 1200万个人类就分开了 1000万年是大猩猩 我们自己是在800到600万年前 从这个大分之分出来的 嗯 那现在大家很好奇的是 80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那现在有一个可能性说 你知道原来有很多奇怪的可能性 我问过一些学家啊 嗯 从四只脚变成两只脚 嗯 他们说的第一个 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 你空出两手了 可以做工具啊 拿工具做做做更更好的发展吧 所以做工具是原因 那结果后来的科学 你要你要知道 800万年前开始两族直立行走 一直到原始工具被发现 嗯 有没有时间差 结果呢 是人类直立行走之后 200万年才发现了工具的存在 啊 也就是人类站直了以后 两手空荡荡的晃了200万年 才发现他可以做 可以做点事 可以做点事 手可以做点事 有人说了 说那个时候地球大干旱 森林都消失了以后 他不得不卑逼的 被走到草原上来 嗯 那到了草原上以后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吗 是 那本来有人就说 站得更高 看得够远 那你就说你四只脚 爬上数据不是更快 他们就说了地球大干旱 树木就消失了 啊 可是呢 那个时间跟地球大干旱 时间又配合不到一块去 啊 那现在新的理论出来的是说 在160几光年以外的一个超新晶 爆炸啊 嗯 它所引起的巨大规模的震波 跟物质喷发啊 嗯 是让我们 尤其是宇宙射线 打到了地球上以后 它能够把地球大气 打出很多带电的例子来 哦 大气游离了 对 大气游离了 嗯 游离了以后呢 带电 它是个带电的大气 嗯 就很容易导电 导电了以后呢 地球高层大气里面 这些闪电 就顺着这些导电的通路呢 往下打 哦 所以地球四中四面 八方的森林里头 到处都是 多于平常很多倍的闪电 在森林之间有闪电 那森林不就给烧起来了 哎 对对对 森林烧了以后 就把这些人员大员 都给逼出来了 逼到草原上去了 嗯 那到了草原以后 它就不得不 无论是觅食也好 跑步也好 躲避警戒也好 都得要站起来了 就是为了 为了要适应新的环境 只好靠两只腿 两条腿 也就是说 对 它现在就找了一个新的理由 超新星爆发 然后它的宇宙射线 引发了地球上面 强烈的闪电 闪电造成森林大火 把森林给烧了 然后这些大员 不得不跑到草原上 就产生了直立行走的需求了 那它走着走着 如果说闪电消失了 它不是就回去了吗 它不是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跑了 森林都给烧了 所以它就待在草原里面 回不去了 对 它从茂密的 冒火的森林里头 要跑到西出的草原上 发展出了双足之力了 那你说 什么时候 我们下一次超新星爆炸呢 那最接近的 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爆炸的是 猎户座的生锈寺 猎户座 我们冬天看到猎户座 巨大猎户座 它肩膀上的一颗 亮不得了的红巨星 在短时间之内 就会爆炸了 所谓的短时间 是大概多久以后 一百万年左右 所以我们还是来不及 对 你想等着看吗 这个蛮有趣的 不过 你刚刚讲1054年 如果没记错 苏东坡是1037年出生 好像是 那他17岁 17岁 抬头还看得见 没写文章 他还没 我不晓得我也没记错 反正 好吧 反正 能够追寻到 某一些古人的 这个生命记录 跟天文之间 产生一点联系 如果没有 没有实际的例子 我们就只好替他编小说 那个1054年 是北宋仁宗志和元年五月 所以你说那一年 苏东坡17岁 应该是 我记得是1037年 而且17岁 那个年龄 正是跟女孩子 走在花钱越下的时候 你怎么想这个 人家正在读书 准备在20岁那年 考上进士 其实应该在他放折的时候 贬折到 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以后 报他有时间看了 对 反正签文上面的事情 早两年 晚两年 是吧 总之 17岁的苏东坡 曾经有20几天的时间 抬头看 签上就有亮星 那应该会反映到 他的文学作品里头去吧 没有 没有啊 至少我没有印象 可惜了 我读的少 好 科学家还说 宇宙辐射的死亡风险 这是什么意思 听不懂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如果超越了大气层 进到了地球的高轨道的时候 因为没有了大气层的防护 跟地球磁场的防护 人类对于纵横在 我们太阳系里面 这些高能宇宙射线的防护力 是很微弱的 那现在搞出来一个新的说法 不是也不是新的说法 老是在里面谈着到火星去 六个月到八个月嘛 那在这边说呢 六个月到八个月 那你这样飞过去的话 人目前是受不了的 因为他放射物 学家说了 太空中的一天 你所受到的辐射 相当于地球上一年的辐射 那你要在那待八个月 就是光是路上去八个月 回来还有八个月 对 六个月的 就算你六个月吧 他说太空人暴露在 职业生涯 一个辈子太空人 总辐射剂量 最高限制的60% 六个月就已经有了 那你来回12个月 就120%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那目前在国际太空站上面 它虽然是两三百公里的高度 三四百公里的高度 它也还是会有这些 比地面要高很多倍的 宇宙辐射剂量的危险 所以那太空 NASA就是监测 太空天气了 也就是太阳本身的表面活动 那现在还好 现在到了2019年 已经是极小期了 2013是极大期 那到2024 2025又是个极大期 对 那宇宙射线会轰 轰击人体 增加癌症的风险 对不对 有一种 还不只是这样 怎么样 好像还对大脑 什么心脏 是吧 都会有 都会有伤害 但是你知道 美国NASA刚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上个这场讲 是双胞胎的太空人 对 结果一个待了一年 待了360天 50天以后下来了 两个一比较之下 基因出现了7%的差别 但是你要说对大脑 或者心脏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恐怕是二三十年以后 才会知道的事情 是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 那但是NASA现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在太空站上 如果发现太阳有巨大的磁暴 或者周边太空天气 变得很危险的时候 它就能让太空人 赶快从外太 从太空漫步进去 或者是太空站里面 专门有一个舱 它是比较重金属防护的 是 甚至它会把太空站 临时调整高度 往下降一点 让它进到比较厚的 大气层里面来 这样子 另外就是 好像也有研究 正取得了成效 也就是说 有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材料 可以阻绝宇宙辐射 是吗 对 它这边写的一个材料 叫做锂 锂电池那个锂是吧 对锂电池那个锂 对啊 周期表上第三氢的元素 第一氢就是氢 氢气的氢 第二是氦气 多性气的第一个 亥南亚克山东的氦 第三个就是氯 但问题是我怎么看 我想不出来它的道理是什么 那么这就一句话交代过去了 为什么大尊兄啊 我们被这个周期表 今年还是周期表 150周年了 是 被周期表那个碱金属元素 跟碱土族元素 碱金属就是锂钠甲如色法 对 越来越活泼的 对不对 对 钠跟钾都是活泼的不得了 你需要把钠是摆在石油 摆在油泪里面才能保存的 嗯 那一碰水就爆炸了 所以锂这么活跃的 都是都是非常活跃的金属啊 是 那怎么能够拿来做 阻决辐射的东西 我真的不能理解 呃 啊 对 看他对对生物的生物体的细胞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吧 太空农水有没有可能放假消息 说是离 结果害了他的敌国 也去想办法用这个来做什么 比如是防防护衣啊 结果他们就受伤 我觉得现在要放假消息 应该讲锡土元素比较有意思吧 怎么说 那你就拿锡土元素 能说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呢 手机上锡土元素完全可以被取代了 那就好玩了 好 谁会相信呢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国地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线上 他人在成都 哈喽孙馆长 大春兄 来不及看电影了 是吧 看不了 你看不看恐怖片 我 什么电影都没时间看的 恐怖片也没太大 我相信你只要看看小行星的行径 那就是恐怖片 对对 咱们看社会写是恐怖片 太阳500年未解之谜 NASA探测器有希望捞出答案来 什么叫做这500年未解之谜 也就是说太阳的温度变化 竟然是离开太阳表面温度就越高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太阳核心的根据理论计算大概是1560万度 高的不得了 但是到了表面就已经降到6000度而已了 6000度 所以科学家一直不明了 为什么温度 日免的温度会远较 太阳的表面还来得高 为什么呢 那现在 呃 我们当年在参加那种各种各样研讨会的时候 因为大学兄你也知道我名字姓孙嘛 对 你是San San 所以当年就自己一个劲儿以为自己要念太阳物理了 嗯 所以刚到美国念书参加了好多太阳方面研讨会啊 是 也碰到这个有名的人士啊 就是今天这个卫星Eugen Parker 嗯 用他名字来命名最伟大科学家啊 那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大家尊崇的这个资深科学家了啊 是 但是呢 讲到的可能性就是利用磁场把能量从太阳表面带到了日免里面来 嗯 那现在呢就是日免当时在在60年前那个谁 Parker就已经指出了日免的存在 嗯 然后还提出了日免过热的这样子的理论啊 是 说他是从那个表面经过磁场来加速的 嗯 那现在Parker这个探测器还真正 人类他就讲的有点夸张啊 嗯 完成人类首次碰触太阳的任务 嗯 大声就这碰触太阳听起来还是蛮 蛮吓人的 我听说这应该只有金正恩可以做得到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跟我说一下 他他这个 Eugene Parker的要去就是他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到就是他推推论出来日免的温度的就到底这个答案 探测器要怎么样捞出什么样的答案 哦 妹妹当年他从从我们这边接收到的日免的那个例子就知道 因为他其实倒不是说整体的温度有那么高 而是说每个粒子运动的速度很快 那粒子运动的速度快的那个动能转换成为所谓的动能温度 它的温度就等于百万度了 但是大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速度会那么快 所以现在那个Parker探测器越绕越接近越绕越接近 对 那接近太阳的过程中呢 他就会去研究到底他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然后空间中的粒子的温度压力密度的变化 就能够知道太阳怎么样一路从表面加热这些日免粒子的过程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理论预测了 什么磁流体动力学震荡啊什么的啊 要分位阿尔文波阿尔分波 这是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专业的术语 那咱们就不谈这些了 所以这些理论呢 它的波动可以加速带电粒子 所以是在日免上面的带电粒子 日免中间的带电粒子啊 加速震荡以后整体的温度就升高了 甚至是说加速它以后 它速度变快了 它可以脱离太阳重力的束缚 就往四面八方射出去成了太阳风 太阳风是吧 对对太阳风 好的 另外我们首度侦测到恒星的CME事件 CME事件是什么 就是太阳日免爆发啊 C就是那corona日免 M是mass 巨大巨大一个团块的日免 然后E是ejection 所以它就是巨大的日免物质喷发 叫CME 是 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科幻片 科幻恐怖片啊 就太阳以一大盘东西爆发出来 直对着地球过来 然后让地球转瞬之间 温度升高到70度C以上 是 然后过了两个礼拜才过去 但是这种东西呢 一般我们只在太阳上面知道 那没有想到科学家 意大利的科学家呢 竟然透过了Candria 那个X射线的观测卫星啊 发现的远方恒星 在爆发过程中 一样会产生这样强烈的CME 而且大追凶越年轻的恒星 是越可怕 是 因为它转得越快 它的爆发就越频繁 所以这是第一次在太阳以外 其他的恒星的外层大气 侦测到的日敏 所以所谓的日敏 就是那个恒星的敏 是吧 对 日敏物质爆发 对对对 好 那可以再描述一下 那个爆发有些什么样的规模吗 还好 因为这个星当然距离我们比较远了 距离我们450光年啊 在仙女座的方向 可是呢 它如果爆发了以后 整个的泡泡 巨大的电浆泡泡 向上喷发以后再落下 绝大多数会落下去 但是呢 这个速度是每小时 大概在100万公里左右的 射出去 那 所以这就跟我们的太阳看到的 一些壮观的爆发是很接近了 那所以这是 我觉得很 怎么讲 看的是很兴奋 刺激 没什么好高兴的 就是 星星上面 这样东西也是所在多有的 但是呢 我们连到下一个新闻 那就更吓人了 怎么说 下个新闻 那说太阳会不会发生 超级闪焰 哦 Flare 对 Flare 太好了 大神兄 你好厉害 超级闪焰 比一般的太阳闪焰 还要强百倍的超级闪焰 那通常是在年轻活跃的恒星身上 才会看到的 那我们已经是很年长 然后又温和慈祥的太阳碑碑了 科学家现在发现了 偶尔太阳还会发生超级闪焰 为什么 对 他是说 科学大的研究呢 他其实不是说太阳为什么会这样子 真有趣的是 大神 你记得科普勒那个卫星吗 嗯 科普勒卫星不是去找西外行星吗 对 那他就傻傻的盯着15万颗恒星 看他的亮度变化嘛 嗯 那有趣的是 他在找那个行星 从恒星前面经过的眼星现象的时候 竟然会看到一些恒星爆发超级闪焰 嗯 突然变得整颗星比平常亮度提高了20倍 哎呦 整体光度增加1000倍 那可怕 对对对 嗯 但是你知道吗 他这个科学家很有趣 他看一看觉得说 哎那我找找看 有没有跟太阳类似差不多年纪的恒星 在这15万颗星里面 他们干不干这种事 嗯 结果他挑了43颗跟太阳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颜色的恒星呢 哎 来做这一场好几年的统计分布 嗯 发现我们的太阳照样有机会喷发超级闪焰 呃 他在什么样的机会之下 他没有目的 没有动机的 对不对 呃 也没有 他要爆发就爆发了 对对对 他高兴就好了 反正只要我只要我高兴就好 但他说下一个世纪吧 最快下个世纪就会遇上了 为什么会预测到下一个世纪 他可能算一个时间上的统计的几率吧 哦就是在他观察的这些细外恒星之后 对对对 他比对跟跟地球的跟太阳的年纪相接近的 那么他意思就是说这些super flare的发生在这些年轻的恒星身上 或者跟地球差不多的这个年纪的恒星上是经常出现的是吧 呃对对 年轻恒星的经常出现 比如说一个礼拜就一次的 嗯 那像这样中年的恒星呢 偶尔其实你跟人也差不多嘛 年轻人脾气坏 常常发脾气的 是 到了大正兄这个脾气 就是两三千年才发一次 是吧 我就是这个样了 是吧 太阳就是这样了 对对对 是的好的 我们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NIAC 第三阶段研究公布 要资助小行星采矿和创新月球车 这是这是这是哪个单位 上回我们不是说NIAC是NASA的一个工作 它NASA的Innovative Innovative是创新的概念 Advanced Concept 就是先进的这些构想啊 我们不是说了上次看了十几个吗 是 特别的想法 NASA就给它一些钱 那先做先期的研究啊 嗯 到最后进入最后的那个选择单子里头 有一个月球与时坑的调查 跟一个小行星采矿的技术啊 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了创投是吧 对对 NASA支持的一个创投 另外 火星直升机 也测试很顺利 会发射 对对 明年2020年的NASA就会发射火星2020这个太空船 到后年降落以后呢 它会有个大直升机飞起来的 嗯 在大直升机说是这样子 它的主旋带直径有1.2米也特别大啊 嗯 但是呢 它整个直升机只有0.8米那么高 重1.8 1.8公斤呢 很轻 很轻 这样它才起得来 在火星上是不是 火星大气稀薄 每分钟要转19002000转左右啊 但是每次试飞只能90秒的时间 完成了 能够红柄的时间 但又很轻易 成功了 超越晚点